您好 欢迎收看12月2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0918强震重创的台铁花东县新秀布兰西铁桥 经过台铁以顶身横移新工法紧急抢修 整个进度是超前 将部长王国才27号到现场会刊 他也宣布28号开始花东铁路全面恢复正常 而元旦的假期输运也恢复正常 受到0918强震重创的台铁花东县新秀布兰西铁桥 原本预计六个月的修复时间 经台铁以顶身横移新工法紧急抢修 在修进度超前三个多月 交通部长王国才陆政司长林静福及台铁局长杜威等人 今天上午专程到场视察 也全数受损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是重做的 但沿途的电车线总共受损了有四公里的一个长度 其实是蛮大的 布兰西的河山工地复原 机具撤离场域清理以外 其他所有的抢修工程都已经全数完成了 台铁局说明主要工项在这个月10号完工后 从14号到22号间进行试运转压力测试等等 自主检查监测状况良好 预计28号也就是明天 花东铁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 云丹假期的铁路交通输运也没有问题 我在这边宣布明天立理到护理恢复通车 那这段时间一开始其中最关键的工程 上次我来就是谈新秀铺乱西枪 它15根的这个主粮都错位 所以当时他们估那个时间要把主粮把它恢复原位 总共要六个月的时间了 那后来他们找到好的方法 就是用顶针横移的方式 就把它顶起来然后把它归位 所以他们在上个月19号跟我说 全部树根的主粮都已经归位了 我就知道这个时间可以缩短 为了确保行径安全 28号通车之后 台铁严历初期在新秀铺栏西铁桥路段的东西阵线 限速80公里运转 持续追踪到状况确认后 将会适时办理提速 记者是玉兰副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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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